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 藏俗各不相同 可是在咱们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历程当中 有些藏俗不仅奇特 甚至于可以称得上诡异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两种诡异藏俗 先看这个 画面上的这个东西 你可能会觉得不起眼 一块碎桃片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可是大有来头 什么来头呢 它来自新时期时代 这是一个桃子的柄 上面这个圆筒代表太阳 这个代表月亮 这个代表星星 怎么样 来头颇大吧 新时期时代的东西 那可是有着四五千年的历史 那么这个东西哪来的呢 作为古文物爱好者 这是2010年孙建忠在江苏蒋庄泰东河的岸边意外发现的 不过这个东西不是咱们要说的重点 重点是因为孙建忠的这个发现竟然引出了一桩历史大迷案 怎么回事呢 回到当年 鉴于孙建忠的发现 2011年江苏省考古研究所联合泰州博物馆 对泰东河沿岸的蒋庄一带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勘探发掘 这次发掘不仅发现了大量碎桃片 证实在蒋庄这一带 确实存在一个新时期时期的文化遗址 而且更让人欣喜的是 从2012年3月起在蒋庄遗址上 还发现了大量蒋庄古人的遗骸 这些尸骸虽然历经几千年 却依然保存良好 这可是不可多得的考古发现 注意 今天要说的历史迷案 就跟这些尸骸有关 怎么呢 因为随着当时对这些尸骸的逐步清理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他们发现 这些尸骸全部都不完整 残缺不全 有的缺了手掌 有的缺了植骨 那你跟他回说了 埋在地下四五千年了 肯定是部分浮化了呗 那是没错 如果一句两句偶然这样 那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可是问题是 从2012年到2015年 将近三年的时间里边 从遗址当中发掘了多少尸骸呢 数字很六 一共清理出了234具尸骸 二三四 可是这两百多具尸骸 竟然找不到一具完整的 这个就不得不令人深思了 不正常啊 因为每一具尸骸 都只腐化特定的一部分 这种概率 为乎其为吧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这些 蒋庄古人骨骼的缺失呢 起初有人怀疑 会不会是古人生前狩猎的时候 被猛兽袭击过 残疾了 落下了残缺 所以导致尸骨残缺呢 可是 这种推测很快就被否认了 因为这两百多具尸骸啊 你说个个都因为猛兽袭击而成了残疾 这个概率 你觉得有多大 说得通吗 这个逻辑 说不通 更何况有的尸骸 甚至缺的是头骨 所以 这种可能很快就被推翻了 那么 还有什么可能会导致这些尸骸 缺手缺脚 甚至连头骨都没有了呢 一时之间 蒋庄遗址陷入了重重的迷雾 不过 当清理到M69号目一具 成年男性尸骸的时候 考古队员发现了异常 什么异常呢 尸骸的摆放位置不对 瞧见没有 人体中长一点的骨头呢 被集中摆放在一边 而其他的骨骸则集中在另外一边 很显然 这个人呢 肯定不是正常下脏的 因为正常下脏的尸骸 你不可能出现 还分尸吧 对不对 这边短一点 这边长一点 分开 出现这种情况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被人为移动过 什么叫做人为移动过 就是死者下葬了一段时间之后 亲人再把尸骨挖出来 再次安葬 这个在考古界有个专门的说法 叫做二次葬 在新时期时代 二次葬并不少见 比如 在陕西龙岗寺遗址出土的七座墓葬 其中除了两座墓葬的葬是不清楚 其他五座墓葬采用的都是二次葬 在宝基北首领遗址 也曾经发掘过35座二次葬的墓葬 那么 在远古时期 古人为什么会推充二次葬呢 针对以前的发现 考古界普遍认为 二次葬 应该是古人用来对侍者尊重的一种特别的表达方式 一般只有身份高贵的人才能使用这种安葬方式的 可是 这种解释对于蒋庄古人来说 显然行不通 说不通 怎么呢 因为根据统计 蒋庄遗址出土的诗还超过一半使用了二次葬 这个比例远远超过了新时期时代的其他文化 那么 蒋庄古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二次葬 这位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 林刘根 凭借多年的考古经验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这种可能性确实很大呀 不过这只是推测 还需要实证 而实证在哪里呢 这就要说到2012年5月的一个新发现 当时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句经过火化后下葬的失海 而因为古人对于早妖的儿童呢 是有火葬的习俗的 加上这一句海骨的分布区域很小 所以考古人员当时认为这是一句儿童遗骨 然而在清理过程当中 他们发现不对 因为遗骨当中竟然出现了成年人的弓骨骨骨 这就完全推翻了他们之前的判断了 这句海骨可不是儿童 是成年人 问题来了 对早妖的儿童采用火葬这是古人习俗 可是将成年人尸体火葬 古人却没有这样的习俗 更加重要的是 研究中考古队员还发现 这一句海骨也采用了二次葬 那么蒋庄古人为什么会一反常态 一反常规吧 使用火葬和二次葬的葬事来下葬这么多失海呢 专家认为 唯一能够解释这种奇怪现象的 那就是战争 他可能就是跟这个打仗有关系 他们可能就是苏鞭的将士 在远方的战场上打仗 比方说这个战争伤亡以后 他觉得就说如果只在夏天 他可能会发生温月 他就继续要把它处理掉 把它核化掉 核化了以后把这次葬灰 能够再运回到家乡 运回到我们现在蒋庄墓地这个地方 来进行埋葬 那么蒋庄古人的尸骸 之所以残缺不全 究竟是不是因为他们在生前 曾经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斗呢 当然这还需要在发掘过程当中找到更多的实证 那么考古人员能够找到这些实证吗 在随后的发掘当中 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他们发现这200多具尸骸 其中有很多尸骨摆放的并不整齐 有的尸骸甚至在骨骨进骨的位置上 有前后翻转的迹象 为什么会这样 这么多尸骨出现 关节翻转 难道这也是战争导致的吗 当时考古队员尝试 从战争角度来推测这种现象的成因 可是分析来分析去 他们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 那就是如果是因为战争导致的这种现象 那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蒋庄人遭遇了强劲的对手 战争异常的激烈 这些蒋庄古人的腿 不幸被戾气砍断不治身亡 而幸存下来的蒋庄人 将这些尸骨带回家乡安葬 安葬的时候翻转了他们的关节 可问题是 这些翻转的关节部位 都是被敌人用力气砍断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 这位专家朱小厅 在仔细研究之后 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因为他发现 这些翻转的骨骼上 没有创伤的痕迹 这就说明 这些尸骨出现的关节翻转 并不是敌人造成的 那么究竟是谁 把这些尸骸的关节给翻过来了呢 当然只有是蒋庄人自己翻了 可是蒋庄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其中出于什么原因呢 可能他有一种跟他们的信仰 有一定的关系 什么样的信仰呢 就是人死了以后 可能还有灵魂 为了让他这个灵魂呢 让这个亡灵啊 这个能够向相传的方向去走 不要再回到这个阳间来 比方说来危害这个森林 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寓意在里面 自古以来 古人有一种迷信 就是认为暴王的人身上会带有晦气 所以专家推断 蒋庄人之所以将这些尸骸关节扭断 就是想借此来避免暴王的人 给生者带来厄运 这应该就是蒋庄部的一种特有的葬送 不过考古队员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 因为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在困扰着他们 那就是蒋庄人为什么会外出征战 他们的敌人究竟是谁 画面上的这位是蒋庄遗址发掘队的领队甘辉元 他在对遗址当中的墓葬进行统计的时候注意到 这些墓葬当中使用一次葬的墓葬 大多出现在蒋庄遗址的早期 而二次葬则大多出现在中晚期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蒋庄遗址的前期 蒋庄人和外界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 但是到了中晚期 轻炮发生了巨变 究竟是什么人导致了这场巨变呢 专家注意到了同一时期的两个文化 一个是位于南方的梁祖文化 另外一个则是位于北方的大问口文化 注意 梁祖文化从杭州湾地区不断向北扩张 抵达江淮地区 蒋庄遗址是属于梁祖文化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在梁祖王国的疆域里边 蒋庄人充当的是疆域守护者的角色 而在蒋庄遗址的中晚期 大问口文化一路向南扩张 也到达了淮北地区 看到没有 蒋庄遗址就处在这两个文化的交界之处 那么可想而知 两种强势文化在这里相遇 那就注定要引发一场激烈的碰撞 于是 战争就爆发了 可以想象 当年的蒋庄人 以梁祖王国守卫者的身份远离故土 和大问口文化的先民奋勇作战 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前线 幸存者只能将西部的同伴就地养埋 得胜之后 再带着他们的尸骨返回家乡 让亡灵落叶归根 但是征战牺牲的灵魂戾气太重 蒋庄人依照风俗把这些尸骨的关节全部都翻转 因此形成了今天蒋庄遗址当中 我们所见到的特殊的藏俗 针对这一点 考古队员在蒋庄遗址还找到了证据 哦 什么证据啊 来看画面 画面当中用石灰标记的地方 是考古人员在墓地边上发现的 两排共计八间房屋的遗址 从石灰标记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房屋的面积很小 只有几个平方米 显然不是人住的 而经证实这些房屋的使用时间 和这片墓地的形成时间几乎是一致的 那么这些小房子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根据我们发现的墓地里面的核化帐 或者儿子帐的这种情况 我们怀疑是在这些小房子里 比方说处理这样 比方说是一样的遗体 或者是用来核化 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行为 可能跟这个墓地有关系 是墓地供人形的一支房子 专家认为 这些建造在墓地里的小房子 应该就是古人处理尸骨的场所了 当年蒋庄人就是在这里 为故去的族人 他们的战士 做下葬前最后的准备 带着对侍者的尊重 对灵魂的敬畏 将尸骸关节反转 祈祷亡灵 安然远去 也祈求族人永世平安 这便是蒋庄古人独有 有关爱情的诗歌当中 很多人说 白居易的长恨歌当属绝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中有这么一句 上穷必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接不见 黄泉是人死了都要去的地方 为了寻找所爱的人 竟然不惜前往黄泉之地 你说这种爱得有多么的深 多么的热烈 不过接下来我们不谈爱情 谈什么呢 就谈黄泉 您知道 古人所说的黄泉路 到底从哪起步吗 来看这里 这是2001年 考古人员在河南安阳 殷墟发掘的一座墓葬 当时正准备清理内关 此前通过对果实的清理 以及对墓中出土的 青铜器上的名文 考古队员已经确定了 墓主人是一位名叫 亚掌的武将 不过由于年头久远吧 墓室塌陷了 墓葬的内关早已受损变形 墓主人的尸骸呢 也已经和周边的随葬品 紧紧地粘连在一起 当然这些都难不住考古人员 在他们的小心清理之下呢 一件件做工精美的玉器 被完好的清理了出来 可是没想到 清理到关底事故的时候 一个奇怪的现象 把考古人员给难住了 怎么呢 考古人员发现 墓主人 也就是这位叫亚掌的武将 竟然是以脸部朝下 啪着的姿势下葬呢 啊 太奇怪了 我没见过 平常看到的死者下葬 那都是仰面朝天呢 无论是东方和西方 都是这样 他怎么是啪着下葬的呢 那有人可能要说了 那现在是仰面下葬 会不会是那个时代 古人流行就趴着下葬呢 哎 说到关键点了 在安阳殷墟 考古人员先后发掘了 数百座墓葬 这其中呢 绝大多数墓葬 墓主人采用的都是 背朝黄土面朝天 也就是仰面朝天 四肢身直平放 呈标准的仰卧姿势 考古队把这种下葬的姿势 称之为 仰身直之葬 而确实又有一小部分 跟这个亚掌墓 是一样的采用的 死者面部朝下 俯身的姿势下葬 考古界把这种下葬的姿势 称为俯身葬 这是让考古人员 一直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 既然同一时期 大部分墓葬采用的是 仰身直之葬 而只有少部分是俯身葬 这就说明啊 仰身直之葬 才是当时流行的正常的葬式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还会出现 这么奇特的俯身葬呢 关于这个问题 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 大多数人认为 出现奇特的俯身葬 可能跟墓主人死亡的原因 有关系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 俯身葬 以男性为主 甚至有的学者说 俯身葬就是男性 没有女性 但后来我们在其他的一些小目里 发现个别的有特例 有女性的 也有俯身葬 但确实是俯身葬 以男性为主 为什么男的俯身多 女的俯身少呢 有的人认为 这个俯身葬 可能以凶死的 就是意外死亡的 这些人为主 但有人说 不是 那女的也会意外死亡 也不是说男的 一定要意外死亡的 反正有各种各样的一种猜色 那么殷虚M54号母 也就是亚长的墓 这个他采用俯身葬 是属于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是不是墓主人 属于非正常死亡呢 当时考古人员 对于墓中的尸骸进行了清理 可是经过仔细观察 考古人员在墓主人的骸骨上 并没有发现致命的伤痕迹象 一个武将身上没有致命伤痕 这应该意味着墓主人 非正常死亡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那么既然不是非正常死亡 他又为什么要采取这种 非正常的俯身葬呢 为了解开谜题 考古人员继续发掘 二人认为怎么着 当清理到墓坑底部 关底正中 对于墓主人腰部的位置的时候 考古人员意外发现了 一个大概一米建方的坑洞 这个坑洞靠北的位置 还发现了一条狗的海骨 这条狗呈东西方向摆放 是骨架完整 一条狗 不用说这是训狗 就是陪葬的狗 那么 它出现在关底的方坑之中 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咱们先来看另外一个墓葬 画面上的这个地方 是山东济南的刘家庄 上个世纪70年代 在刘家庄有人曾经意外发现过 23件青铜器 当地考古部门认为呢 这座普通村庄的下边 很有可能埋藏着一座 商周时期的遗址 但是由于这里居住着大量的居民 搬迁工作难度很大 所以一直没有启动发掘 直到2008年 刘家庄被列入济南市 蓬改项目 考古部门终于等来了 寻找这处遗迹的机会 那么在发掘当中 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吗 今天咱们不说别的啊 只说重点来看这座墓 这是刘家庄M107号墓 这是一座典型的土坑数学墓 而就在这座墓葬的 发掘过程当中 当考古人员清理到 遗骸腰部位置的时候 出现了不寻常的一幕 考古人员发现 墓主人的遗骸啊 在这儿断成了两截 人死下葬埋在地下 好好的怎么会从 腰部断成两截呢 起初有人推测 会不会是墓主人生前被腰斩了 受过腰斩疾行 死的时候骨壳就已经断开了呢 咱们知道 商朝末年 昼王无道 他为了维护统治 曾经推出过很多惨无人道的刑罚 袍落呀 挖心呀 敲隧呀 什么 剖腹啊 在史实上早已是臭名昭著 至于腰斩 在当时并不稀奇 不过 这种推测 当时很快就被否定了 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仔细观察 考古队发现 一孩腰骨下陷的这个位置 下面的土色土质和周边存在明显不一样的情况 继续逐层的清理 很快他们发现 那块土质不一样的区域 其实啊 是一个面积不到一平方米的小坑 而在这个坑里边 竟然还埋着一副完整的狗的骨骸 发现没有 安阳殷墟M54号墓和济南刘家庄 107号墓一样的 在关底腰部下边都有这么一个坑 坑里都有一条狗 以这样的方式下葬 是商代人的一个习俗 这个坑名叫腰坑 而正是因为这个腰坑 导致了刘家庄107号墓主人 后来出现骨骸断成两截的情况 由于这个小坑 它处在这个人骨的腰部的位置 已经导致它这个盆骨 骨骨它这个前端 然后都已经下线了 那么问题来了 商周时期 古人有殉葬之风 狗作为主人忠实的朋友 伙伴死后陪葬 这个很正常 可是为什么要将狗 葬在关底腰部这个位置呢 刚才说了 刘家庄M107号墓 墓主人为什么骨骸会断成两截 就是因为关底有坑 天长日久的 棺木腐烂 结果中间下线才导致的 而这一点 给我们平常所知的人死为大 入土为安 这种传统的理念 明显存在矛盾 对吧 把关底挖空了 这不是给自己找不安吗 给自己抛坑 是吧 银材专家是怎么说的 专家说呀 这种腰坑藏俗的出现 很可能跟咱们传统观念里的 所谓黄泉有关系 在殷墟这个时期 已经有一个黄泉的观念 这个腰坑甚至就是一个 通往黄泉路的一个入口 我们在殷墟挖的墓葬里面 可以看到 就是比如说我们说 我们挖的这个墓 最后我们知道 这个墓深7.5米 像富豪墓也是7.8米 像这个亡林区的墓葬 一般都深10来米 这个深度恰恰是当时的地下水位的深度 就是说再往下挖一点点 地下水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人就会认为 再往下一挖就通到黄泉了 也就是说所谓腰坑 正是古人理念当中的 一个人死后踏上黄泉之路的起点 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 还说今天提到的这两座墓 从整体上看 济南刘家庄107号墓 和殷墟54号墓 亚掌墓是一样的 墓底中央都有腰坑 坑里边同样都有一条狗 可是107号墓的墓主人是养身脏 而殷墓的亚掌墓 他采用的是腐身脏 这又是为什么 有学者认为 出现这样的差别 除了可能跟墓主人的死因有关之外 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和墓主人所谓对黄泉的信仰 以及个人的认知有关系 就说殷墓亚掌墓 墓主人亚掌 为什么要采用独特的腐身脏呢 前面说了亚掌什么身份 武将 那武将最需要表现自己哪方面的特质呢 勇敢嘛 俗话说得好 文官不贪财 武将不怕死 这才是好样的 所以亚掌之所以采用这种独特的腐身脏 他可能想要表达的正是 他作为武将面对死亡 面对黄泉的勇气 您说这种推断是不是有他的道理呢 那您可能又要说了 既然想表达勇敢 那他为什么要在黄泉之路的起点 放上一条狗呢 咱们来看一下 亚掌墓腰坑当中的训狗 头朝东是脚朝南 而墓主人亚掌是面朝西脚朝南 墓主人的尸海与训狗一海的摆放方向正好相反 这是因为商周时期 古人不仅相信人死后要踏上黄泉之路 而且他们相信这条路途遍不凶险 在黄泉路上带上自己钟爱的狗狗 并且让狗和自己朝向相反 这是为了更好地起到警示护卫的作用 也就是我们日常说的 把后背交给对方 以引导和陪伴牧主人 能够顺利地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当然 所有的这些分析 都是专家学者基于古代文化和传统理念 基础之上的一种推测 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 谁也没法断定 但是不能不说 这种推测还是挺合理的 能够自圆其说 毕竟任何一种丧葬形式 都承载着古人对于生死的理解 以及对灵魂永生的敬畏 那好 今天就先说到这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就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